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办法 披萨 前100名顾客 披萨免费 免费的 我们去找找 等等 珍妮在家等我们 我们带点披萨给她 她肯定会高兴的 我们走吧 你说的 错不了 借过 借过 一会儿也歇不了 接着送 再小心一会儿 卡文 我们到了没有 应该快到了呀 往那边走的话 找到了 快点 快点儿 不是这儿 都是让这个招牌给害的 躲得太厉害了 从这边走吧 好了 到地七大街了 对不起 明明就在这附近啊 等等 等等 我闻到了 我闻到了 喂 你真行 鼻子还真厉害 已经慢慢寂静了 我看到了 真的吗 在哪儿 在哪儿 是一个热狗店 再耽误我们就吃不到免费披萨了 热狗 我们就快要到了 他们真的免费送披萨吗 是真的 走这边 赶紧走 就剩最后一份要送的披萨了 应该就在附近吧 走 摩托车居然开上了人行道 快点儿躲起 快到了 是真的吗 当然 摩托车来了 摩托车来了 危险 大家都没事吧 这是在哪儿啊 你不知道吗 摩托车是绝对不能在人行道上行驶的 这样很危险 实在对不起了 我都不知道开到人行道上了 我本来能躲开的 对啊 那也不能跑着躲开啊 遇到迎面而来的摩托车 千万不要跑着去躲闪 停下来 等它从你身边开过去 这样其实更安全 或者你也可以靠在墙边 另外 有时候狭窄的小路上 摩托车会开得很快 如果你在巷子里走 从公交车上下来 或者只是走在路边 都必须要格外小心 像你们今天这样在小路上跑 是非常容易出事故的 知道了 玻璃 鸡蛋 已经结束了 你们怎么这么晚 对不起 珍妮 是 快过来 不然披萨就要凉了 哇 披萨 太好吃了 多奇 你一口一口吃嘛 好开心啊 大家快让开 银哥 你干嘛 多危险啊 你们谁都追不上我 挺快的吧 那当然了 没人能比我的速度更快了 我先走了 你就慢慢干来吧 什么 你来啦 小蜗牛 我可等你好久了呢 谁是小蜗牛 我刚才只是没有把我的真实水平发挥出来 我要是拿出真实水平 你根本就追不上我的 你说什么 那我们就来好好的比试比试 有本事就尽管来呀 你们怎么又抄起来了 伙伴们 海力 你去哪儿了 没看到大家都在忙着除雪吗 先别除雪了 我们去划雪敲吧 孩子们正在苹果街的山坡上面 划雪敲呢 在苹果街的山坡上 只有几个孩子在玩的话 会不会有危险 再说了 那里也没有什么安全设施 我去看看好了 我跟你去 安巴 我也跟你们去 海力 如果不把这儿的雪都清扫干净 你哪儿也不想去 我也很想去划雪敲嘛 这里也有点太高了吧 江妮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谁说的 我数三个数 然后我们就出发 好啊 一 二 我先走一步啦 你犯规了 小蜗牛你就慢慢地来吧 给我站住 这么办吧 想赢我 是根本不可能的 是谁说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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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滑吧 强妮 按照这个速度的话 你就认输吧 该认输的是你 你 差不多到了 他们在哪儿啊 啊 天哪 孩子们居然在那里 嘿嘿嘿嘿 看来我赢定了 啊 啊 江妮 注意看前面 嘿嘿 我还想骗我是不是 啊 哈哈 这下我赢定了 啊 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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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特 你没事吧 啊 罗伊 谢谢你 你们两个知不知道这到底有多危险啊 刚才差点就要出大事了 我们知道错了 罗姨 孩子们 冬天在滑雪桥或者滑雪板的时候 要注意这些安全事项 在很陡峭或没设好线路的地方滑雪是很危险的 一定要去设有安全设施并且设置好线路的地方滑雪 滑得太快或者你追我赶的滑是很危险的 要采取正确的姿势相互礼让 在开始这些冬季户外运动前先做准备运动 在充分的热身之后戴好头盔 护膝 手套等保护装备 然后再开始玩 一定要记住安全玩耍才能玩得最开心 嗯 我们会记住的 安巴 都准备好了吗 好 预备 出发 接下来该轮到我了 海力 出血出到一半 你怎么跑了 嗯 那个 我也想要活 海力 你快给我回来 哈哈哈哈哈哈 学校发生火灾时的逃生要领 我们班来了一位新朋友 哇 是蜥蜴啊 大家要轮流值日给它喂食哦 老师 让我来吧 还是让我来吧 老师 这样吧 这周的值日就让查尔斯来做吧 是我吗 嗯 查尔斯喜欢小动物 应该可以照顾好小蜥蜴的 你可以吗 可以的 老师 老师点 别动啊 小蜡蜴 抓到了 比特 让我也摸一下吧 你先等会儿啊 查尼 比特 查尼 不许虐待小蜥蜴 你胡说什么啊 查尔斯 你没看到我们有多喜欢它吗 就是啊 你要不要也来摸摸它 挖死于怎么知 喂 尾巴 它的尾巴断了 当遇到危险时 蜥蜴有自己 断掉尾巴逃生的本领 真的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但是 断尾的蜥蜴 会变得非常虚弱 弄不好会死掉的 以后小蜥蜴由我来照顾 你们两个不许再碰它了 知道了 别担心 我会好好照顾你 让你长出新的尾巴的 从现在开始 你就教小病吧 暖和吧小病 好吃吧小病 一会儿放学后 去游乐场吧 好啊 好吃吗 现在尾巴都长好了 真是太好了 等我一下 小病 我帮你倒点水 这是什么声音 起火了 起火了 太熟了 孩子们 从这边走 老师 楼下的教室起火了 大家不要害怕 跟着老师走 走了 小病 大伙都没事吧 里面的人全部撤出来了 老老师 查尔斯不见了 行 查尔斯 好了 小病 我们也快出去吧 这是 这里出不去了 可 怎么办 哦 哦 怎么办 哦 哦 别担心小病 我一定会带你逃出去的 哦 哦 Module 啊 啊 哦 哦 查尔斯 查尔斯在那儿 查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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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姨 找到查尔斯了 她在二楼的教室里 知道了 救命了 查尔斯 罗姨 来 准备好了吗 我要下降喽 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啊 罗姨 谢谢你救了我 查尔斯 刚才你那么做 真的是太危险了 当学校发生火灾时 无论个人物品多么重要 都要放弃并尽快撤离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擅自行动 要听从老师的指示 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带 按响紧急警报铃 告诉周围的人有危险发生 用手捂住口鼻 弯下腰来 尽快脱离事故现场 如果来不及跑到外面去 就跑到屋顶求救 来了 罗姨 我记住了 让大家担心了 真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多亏了你 小兵才能得救啊 是啊 没错 没错 查尔斯 看来小兵在感谢你呢 好痒啊 小兵 好痒啊 小兵 往车辆中间跑很危险 吃我一枪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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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好意思啊 麥斯蒂爷爷 没关系 对了 路易斯先生的家在哪儿啊 我知道在哪儿 就在那边 那栋蓝顶子的 这回就好找了 谢谢你 再见 麥斯蒂爷爷 打到你了 你放棍了 超级战神 怎么了 等等 没水了 等一下 不用骗我了 等一下 人可真多 宝吧 里面不知道起成什么样了 小巷本来就窄 摆这么大的牌子影响司机视线的 很不安全 我不知道 我把它拿走坡里 好啊 那就拜托了 我说 您怎么能停在人仙横道上呢 您挡住孩子们的视线了 这怎么行啊 对不起 我给忘了 现在 你可以通过 是不是不认路了 我可以帮你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躲哪儿去了 躲哪儿去了 来吧 来吧 找到你了 这里好多车呀 躲起肯定藏在这儿附近 就是那栋蓝顶子的 我认识了 谢谢波里 再见 我先走了 再见 哦 这么多车都停在路上啊 快走 你先走了 快走 正义的水球 我中蛋了 没钱 没事吧凯文 弘理 凯文 多急 你们怎么能跑到马路上来玩 这多危险啊 对不起 玻璃 你们知道吗 往停着的车辆中间跑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会增加十八倍 真的是危险极了 十八倍 是啊 各自像你一样矮的孩子 往车辆中间跑 行驶中的汽车很难发现你 因此从停在路旁 或者停车场的车中间经过时 要先观察四周 然后小心地过马路 就算是在人行道上走 也不能在车前跑跑跳跳 或跑到车辆中间去 此外 因为不知道车辆什么时候会启动 所以绝不能在停着的车辆旁边玩 知道了 玻璃 你终于出现了 和我决斗吧 多奇 好吧 我们数到三就开枪 好的 一 二 三 我的怪物水桥怎么样啊 你耍了 多奇 这里的水桥啊 下大雪时要小心 南极基地建好了 队员们 欢迎大家来到南极 我就是南极探险队的队长 比特 队长 是啊 我是我们三个中最勇敢最帅气的 当然我当队长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比特 万免太冷 你快点进来吧 不说强尼 你刚才应该叫我队长啊 我的天哪 天气预报说雪会下一天 这是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雪 太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尽情地打雪仗玩了 海莉 下雪天 会比平时更容易发生各种事故的 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确保随叫随到 你不会是不知道这些吧 这我当然知道了 你确定你真的知道吗 发现不明生物 前方有巨大的海象出现 真的吗 在哪儿 有北极熊进过 给我也看一看吧 这次是地气额 这次是 比特 查尔斯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星空投影机 可以照出很多的星星 漂亮吧 哇 真是太漂亮了 这是在南极能看到的 据说在南极不仅能看到星星还能看到极光 以后我们三个一起去南极看看吧 好啊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出口被堵住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黑漆漆的 黑漆漆的 别冲 我们三个好像被困在这里面了 快来人啊 救救我们吧 真的是太感谢了 多亏你们救了我 斯普奇 下雪天时 路面很容易急兵打滑 以后你开车速度一定要慢一点 记住 安全第一 我记住了 什么事小军 有紧急情况 几个孩子说去苹果街玩 可到现在都还没回家 请大家立即赶去救援 知道了 这可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巧克力棒了 这也动得太硬了吧 我们也会被动硬的吧 几百年以后才会被发现 就像恐龙一样 我们完蛋了 孩子们 孩子们 师兄园队 我们在这里呢 彼特 抢你 查尔斯 孩子们 听到了快回答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呢 彼特 抢你 看起来他们听不见我们的喊叫声 那可怎么办呢 我知道了 这里 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呢 孩子们 那是 找到了 孩子们 你们往后退 孩子们 你们往后退 啊 罗里 还好 你们都平安无事 谢谢你们 在下大雪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些注意事项 冬天时要通过电视或者广播提前确认天气情况 在下大雪的天气 应该尽量避免外出 如果有事情需要外出时 要戴上手套 围巾 耳罩等 还要穿上保暖靴 出门之前 要告诉家人会去哪里 大概什么时间回来 如果遇到事故或者无法动弹时 要想尽一切办法发出信号 请求援助 还有 为了维持体温 要适当地活动一下身体 耐心地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知道了 我们一定会记住 孩子们 我们一起打雪仗玩吧 现在雪已经停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打雪仗 真的 她们没办法 接招 火灾报警 要这么做 你们听说了吗 昨晚有流星落入布鲁姆斯树林里了 我亲眼看见了 而且它还喷出了非常亮的光来呢 哦 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宇宙飞来的石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听说流星就是一块黑乎乎的石头 怎么可能啊 流星就像超级球一样 是会闪闪发光的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会少了我们呢 你们都准备好了吧 得来了 汇集大地神机的超级探测器 吃一口就力大无穷的巨无霸香肠 可以跟外星人对话的业余无限电 什么嘛 就凭你们手上那些 我们怎么去找流星啊 彼特 你的铁棍子看起来最没用好吗 看好哦 大地的神器 快来吧 找到感觉了 是这边 我们走吧 彼特他没事吧 谁知道呢 彼特 这条路对吗 当然对了 跟着我走就是了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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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特 这条路真的没错吗 当然没错了 我已经感觉到大地的神气了 我的香肠 强力 伐伐伐 彼特 彼特 那是什么 好黑乌乌的 看不清了 好像有什么一闪一闪的 扎尔斯 把灯打开吧 好的 那个难道是 这个就是流星吧 起火了 我们再马上报警 哪里要报警电话 有了 电予无线电 你好 我是救援中心的小娟 大师不好了 这里着火了 什么 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布鲁姆斯森林的一个小屋里 我们是第一次来 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孩子们 先不要慌 冷静一点 想想在附近看到了什么 或者是走过的路 走过的路 走过的路 先是遇到了一个岔路口 我们走了左边那条路 对 穿过了林间小路 我们过了圆木桥 顺着悬崖边的路 走着走着掉下去啊 就是悬崖下面的 这个小木屋起火了 找到了 伙伴们 孩子们在布鲁姆斯树林里 发现了火情 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请大家马上赶过去 嗯 收到 海力 我们现在得穿过这片树林 你在空中告诉我方向 交给我吧 哦 罗伊 走左边 好的 罗伊 海力 大家先推到一边去 哦 好的 好 来 这场火灾差点就造成山火了 多亏你们才及时避免了危险 真是外星啊 像今天这样 当发生火灾时 利用手机公共电话 或者家里的电话 马上打119报警 不要慌张 要沉着冷静地 说起火灾发生的地理 如果是在陌生的场所 发现了火灾 就观察一下周围 找出有特征的场所 比如说像大楼 或者政府机构 学校 大树 十字路口 或者环岛 湖泊 或者水库 地铁站 或者是公交站等地方 这样 街景赶来的消防队员 才会比较容易找来 大家都明白了吗 嗯 罗伊 明白了 我想问问 你们几个怎么会来这里呢 对了 流星 怎么办 流星还在小木屋里面呢 你们看 我把它给带出来了 哇 流星 真的是流星哦 好漂亮哦 你们居然真的找到流星了 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们找到了 骑自行车的安全知识 珍妮 要尽量保持平衡 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不行啊 我看自行车考试 你是击不了格啦 我能击格 加油 珍妮 你看着我 就这样骑 不行 多骑 你的骑法太老套 没新意 得像我这样 这算得了什么 玩得不错 走 走 走 你们俩上哪去啊 走 走 走 你没事吧珍妮 谢谢破莉 你在学骑自行车呀 可是学得好慢啊 总是没完没了地跌倒 这样啊 那么珍妮 让我来帮助你吧 真的 谢谢破莉 我觉得马上就要跌倒了 珍妮 不要看车轮 要看前面 看前面 别怕 灯角灯的速度再快一点 我怕 不要怕 不要怕 灯角灯的速度太慢 反而容易跌倒 相信我 知道了 真是这样 破莉 你在扶我的车吗 没有 现在完全是你自己在骑 真的 我会了 我可以自己骑车了 小心 你没事吧珍妮 我没事 都说了要看前面的 你骑得相当不错了珍妮 真的要多谢你教我呀破莉 要记住珍妮 骑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是最重要的 骑车时要保持一直向前看 两只手必须放在车把上 好随时准备刹车 只用一只手刹车的话 就可能会跌倒 同时用两个刹车才更安全 下坡时速度会越来越快 要通过刹车来减速 这很重要 骑车上路时 你必须用手势告诉别人 你要转向 减速 或停车 走人行横道时 要下车 推着自行车步行通过 做得不错珍妮 谢谢你破莉 自行车安全考试 现在正式开始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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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多奇 考试不及格 太难了 看我的 你好好跟我学着点 扣分 太快扣分 凯文 不及格 怎么会这样 下一位请做好准备 去扣分 去扣一下 珍妮 你连棋还不会 没法考试 珍妮 不要太丢人了 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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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行横道 要下车推过去 祝贺你十号选手珍妮 你已经通过了 祝贺你十号选手 祝贺你十号选手 大家小心 处处注意 好了 我们已经听你说了一百多遍了 汽车前 检查过你们的自行车吗 凯文 你的车座好像太高了 再见 饶了我们吧 都站住 放过我们吧 芝妮 被困在电梯里 骆驼生活在什么地方呢 骆驼生活在沙漠里 哦 还是查尔斯厉害 那鳄鱼呢 鳄鱼在沼泽里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大猩猩生活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 什么 你也不知道 就剩这一个没有答案了 怎么办呢 对了 上网查查就知道了 一会儿去我家 用电脑上网查吧 电脑吗 好啊 我们赶快去玩电脑游戏 不是玩游戏了 是用电脑上网查资料 对啊 说的没错 什么 快走吧 查尔斯 快走吧 查尔斯 终于能够正常运行了 等一下 差点就错过了 小伙子 像你这样强行开电梯门 这会儿冲撞电梯 它会坏掉的 会坏掉吗 我就说嘛 这电梯怎么经常出问题呢 原来是你这个人干的呀 对不起了 以后我不再这样做了 查尔斯 你电脑里都有什么游戏啊 比特 我们不是回来做作业的吗 先玩一会儿游戏 写起作业了才会更有劲的 比特 你来看这边 你来看这边 小妮 干嘛大见小怪的 你是第一次坐电梯吗 居然能看到外面 你看那边 是市政厅广场 是真的 伙伴们 不要靠在窗边 太危险了 是已经到了吗 还没到呢 这是怎么了 该不会是电梯坏了吧 你们都还好吧 电梯怎么会突然这样呢 这样可不行 救命啊 我们被困在电梯里面了 快来人啊 外面有人吗 你们先冷静点 那 万一电梯真掉下去就糟糕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了 紧急按钮 检修完这里 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快来人救救我们啊 出什么事了 电梯突然间不动了 我们被困在里面了 有这种事 这下出大事了 伙伴们出大事了 几个孩子被困在 布鲁姆斯公寓的电梯 请马上赶去救援 好的 在这里 在这里 别担心 我们会把孩子们 安全地救出来的 嗯 我和洛伊会前往顶层 负责营救孩子们 海力 你负责安装锁扣 用来固定缆绳 好的 安巴 你跟孩子们对话 安抚他们的情绪 好的 珀利 孩子们 你们还好吧 安巴 我们好怕啊 感觉好像快要掉下去了 别担心了 很快能救你们出来 你们就安心等待救援吧 好的 我们知道 华力 我准备好了 有 我准备好了 走吧 罗伊 好 罗伊 我需要你的吊车 知道了 趁 你们都没事吧 是魔力 还好你们都没什么事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查尔斯 你刚才按下紧急按钮求救 做得非常好 我来告诉大家 乘坐电梯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在乘坐电梯时 要注意鞋带或衣角 不要被电梯门卡住 不要强行打开已关闭的电梯门 在电梯里蹦跳 或者拍打叫箱等剧烈运动 有可能造成电梯停运 所以不要这么做 在电梯突然间停运的时候 如果强行打开电梯门 会有坠落的危险 这时候应该按下紧急按钮 寻求别人的帮助 救援人员赶到前 应该在电梯里耐心等待救援 大家都记住了吗 嗯 记住啊 帮子们 现在电梯已经被修好了 是真的吗 查尔斯 我们上去玩电脑游戏吧 快来呀 查尔斯 你们两个 我们不是来做作业的吗 小家伙们 不是跟你们说过 电梯里不许跑跳的吗 对不起了 熐灭的火也请再次确认哦 好累哦 哇 好燥哦 拉尔夫 这是你新买的帐篷吗 不错吧 这是刚刚上市没多久的最新款 一下子就展开了 夏天又很凉爽 冬天又很暖和 哇 哇 好了 夏尼 那是什么 这叫吊床 可以吊在树上使用的绑状的床 我来给你们做个示范 这不是罗伊吗 好久不见啊 坎普 你是来露营的吗 当然了 这么好的天气 我坎普当然不会错过了 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机的季节 祝你玩的开心哦 坎普 辛苦你了 看来今晚要巡查一下露营场啊 爸爸 还有很久吗 你再等一下钓鱼的时候要有耐心 真的可以钓到鱼吗 噓 太吵的话 鱼会被吓跑的 哦 爸爸 那个扶标动了 什么 快拉上来 呃 好重啊 雷伯特 看我的吧 比特 爸爸这次要钓一条大鱼上来 看好了啊 老爸 这句话你都说了十遍啊 雷伯特 帮帮我啊 坚持一下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哇 味道好香啊 爸爸 我都等不及了 好了 都熟了 尝尝看 谢谢叔叔 哇 好好吃哦 这个真是太好吃了 当然啦 也不看是谁抓的 那还用说吗 哈哈哈哈 所以独自走在路上 走着走着转身一看 突然冒出了一个怪物 哇 那个是北极星 以前航海的时候 船员们都是看那个的 那边那个呢 噓 差不多该去休息了 这里就交给我来收拾 快去休息吧 今天辛苦你了 你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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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该去那边看看了 嗯 嗯 西少天 西少天 哦 哦 起火了 帅猛起火了 呃 什么 呃 小妮 怎么回去 那边起火了 小妮 快醒醒啊 呃 爸爸 呃 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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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 这都怪我不好 我应该把篝火完全熄灭的 篝火用完后 一定要仔细确认篝火 是否已经完全熄灭 起风时原本以为 已经熄灭的火星会再次复燃 很可能会飘到周围 引起火灾 熄灭篝火时 要等到篝火完全灭掉后再离开 或者将水或沙子倒在篝火上 篝火熄灭后 仔细搅拌灰烬并浇上水 一定要确认篝火已经完全熄灭 排篝火晚会时 一定不要忘记 要准备简易的灭火器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记住了罗伊 可是爸爸 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别担心 我们的帐篷还在啊 这样行吗 谢谢叔叔 好紧啊